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境是因为你的意识性分别出来的 但是你的六根就是不靠谱的 你这边的六根就是你心化现的 所以外境才是你心化现的 但是你这边的六根如果没消失 你说那外边那个是你心化现的 你永远理解不了 只是个说法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你的心化现出来 这个理解起来是很困难的 这怎么能理解呢 但是如果你的六根清净了 如果把空性比作大海 那么你这个身性就是大海上的浪花 那外边那个就是你浪花认知出来的 你已经找了你浪花的相了 你怎么能不认知那一段浪花的相 你把大海认成浪花了 是不是 你要先把浪花平下来 你才知道大海 然后翻过来 以大海的角度看它 它就是你梦中的死 如果你以浪花的角度 它怎么能呢 你跟它是一样的 是介于所见嘛 是对立面嘛 你就永远不知道它是坏花的 你也是坏花的 永远不知道 你只能先变成大海 先变回空性 但是为什么要先讲这些呢 就是说 你已经执着了外境了 执着外境 你不回去嘛 你就不回到大海里 是吧 那告诉你 假如说你的心就住在他身上 哎呀 从早到晚念念是他 那好 那佛就告诉你说 他是梦怀泡影的 那不是他的弟子姓佛说吗 虽然在他眼中心中 他一点也不梦怀 就算是个泡泡 他也他也就是住在他那 就是他住在那个水泡上 那没关系 那你先回来看看自己的六根六成 就是看看自己 你的野耳鼻舌生意 就是个泡泡 就是个梦怀泡影 当你这边 然后从这个水 从这个水桌 从这个浪花 也就慢慢慢慢披着一下 回到空性里面 然后才能理解和这句话 我给你讲外在的时候 就说你是个梦啊什么 只是让你能够回到自己来修正 目的是让你回来修正 而不是说让你记住那句话 你背下那句话没有的 不断的说不断的 只是说让你去看自己 看自己你的六根 他是你六根分别出来的 你的野耳鼻舌生分别 所以说到最后你要从六根破嘛 你打坐的时候 你的耳根要圆头 眼根要圆头 鼻根要圆头 圆头就是圆绝嘛 就回到大海了 难道大海不懂烙花吗 大海 难道大海里面不包括所有的烙花吗 所以大海也是烙花 烙花也是大海 也是海水 都是水 不知道都是水 只是你执着了烙花的时候 戒不到大海了 因为我们执着了有我就 戒不到我们的空性嘛 空性也在这里边 但是你不知道 执着了有我就有他 他就不是梦 那就是这样 所以要翻回所有的说法 佛说法就是说 紫月的手指嘛 就是 回来看看 这儿那儿都是幻境 你不要记住他的话 他是指给你说 这些都是虚幻的 一切都是你心的血线嘛 但是我们总是说 一切心血线就往外看嘛 我们习惯往外看 手机是我心血线 但是你忘了看看你自己就是啊 你要看清楚你自己 你这个耳鼻耳鼻舌 是你的认知无用嘛 小幼手幼 你的所有的觉受 所有的见闻觉知 你所有的认知 你所有的东西 你正因为你的执着 分别执着 你才形成了这个肉体 帮你入胎的时候 正因为你的分别执着 这个肉体都是地水火焚 都是你分别执着 把它拧起来的 一点一点形成的 然后正因为你的分别执着 这个肉体 den ρ7 在这个三位死光 这个浪花起来了 你透过这个浪花去看那个浪花 你俩不是 他就不虚幻 所以先把这个别平复下来 让这别开始一个一个破 就是你的耳根破了 耳根从动静开始破 眼睛从明暗开始破 光明跟黑暗 一切都是有光明黑暗开始的 有光你才能看到物像吗 没光你怎么看到的 没光你就是看到的黑暗 你看到黑暗 看到光明的那个看 就是你的本性 就是大海 但是能看见的 就是这个 就是说本性是 不管这个 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世界 比如黑暗之中 这个房间你啥也看不见了 是吧 不管你能不能 这个房间 当没灯的时候 你啥也看不见 但你只是看见了黑暗 并不是说看不见 只是看见了黑暗 如果有灯 你看见了 有光明 你看见了这个里边的 所有的物像 所以我们的野石 野石啊 野精的认知分别 是挟出光明跟黑暗中 分别出来的 因为有光明分别 然后形成了野石 因为动静 分别动静形成了耳石 形成了野精一朵浪花 耳朵一朵浪花 鼻子一朵浪花 嘴巴一朵浪花 这样子 形成了六朵浪花 然后因为这六朵浪花不断地分别分别 你这种你就不知道大海是何物 就是忘了你那个看 你那个了知的本性 那个了了分明的了知的本性 才是你的本来面目 然后我们离在这朵浪花里边去了 然后这个浪花在轮回 其实你本性没有动过 没有轮回过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抛弃你这个肉体 来借到你那个本性 因为本性你要这样听 如果你用意识层面听 这个本性好像是有一个本性是大海的话 你会以为有一个本性 来理解嘛 因为一说它就是个笑 笑也可能是光能量波 或者虚空 你会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它不是 所以说你不能抛弃这个东西来去认知它 你不能抛弃烙花来去认知开水 就是说你通过烙花来知道水 就是说你的耳根不分别动静了 你就回到水 眼睛不分别光明跟黑暗了 你就回到水 就是说当年的六根破了分别的时候 你就回到了空性 这个时候翻回来 金刚经理就理解了 一切像都是虚王 因为你也更不分别 二根不分别了 一切像虚王六根合一 这叫就是六根互用嘛 然后缺失有的心 缺失有的空性 六根不分别了 没有光明跟黑暗之风 没有邦静福之风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佛也佛二就已经进入佛也等级了 全部是一心啊 成道了 所以先破这边 你破不了这个那边就空不了 最难的是我们刚开始破的时候 心被纠结嘛 你觉得你的心住在了那个苹果上 你觉得你的心住在了那件事 住在了那个 这叫执着 所以佛说我们因为执着不能正德本性嘛 那叫执着 但是这个执着迁不回来 你说 他无形无形的 我怎么样 然后佛说你关那个东西 容不来泡影 说他就是个水泡泡 我也住在那了 是不是 牵不回来嘛 心很痛苦嘛 死死的被外物牵引 甚至被自己本身这个水花的这个绝受牵引 说我很疼 心里很疼 很难受 我很伤悲 我很伤感 对吧 我很 我很虚妄 我得了病了 得了绝症了 我很痛 你强烈的比这些牵引 然后比这些 这种牵引叫分别 知道吧 然后你住在那间分别 至少叫执着 这种牵引 这因为你六根 你分别了自己的身心 你身心才有见闻觉知嘛 你不分别它 你怎么知道有这些东西呢 你分别这是黑暗 这是病 这是健康 这是好的 这是坏的 这是什么 这是风寒 这是湿气 这是 当然我们 你是你没成佛 以前帮助你看嘛 其实压边你还没啥病 就是你分别的病 根本病就是分别自作 是佛说的 但是你已经分别了 那我就帮你吃药了 要是助缘嘛 就像法门一样的 所以从佛吧 最根本的病 是你已经分别了自己 你不能如如不动的 然后因为你功夫 这个功夫需要 需要一点点时间嘛 因为你从入胎的时候 已经开始分别 所以这个是分别 然后安住在你分别的那种项上 你叫执着 就因为这两点 我们不能回归到空心 不能回归到大海 然后我们活得越越往往 轮回生死 本来我们是佛嘛 回到空心就成佛了 成佛没那么难的 因为空心是无形无相的 你无法在任何一个时空 因为你看到的你永远 就算你就是佛也等级一切清静 你还是在众生 在众生看着你 就算你已经没有时间空间 对你已经虚妄了 但是众生 在众生的眼里 他们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你 你还在时空里实现 其实你已经没有时空了 就是时空相 已经无形无相 已经没有时空了 但众生以他们的共业的角度 共业的以分别心 分别执着来看你 定义你 然后三维四维 无量无边的时空 你就有了化身 你甚至当你无分别的时候 你连入胎 你连胎生 连入胎 或者是什么都会消失 你不分别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轮回过 当你进入那个等级的时候 就是说 你破了六根的分别 你就是个掩耳鼻舌生意 六根 当你六根的分别 破掉的时候 这个身心就破掉 这身心都破掉了 你看谁不是佛 你这边 就是众生 他是卡在哪里 就像个机器 你看谁也 他本质上 他就是在六根里面 找笑了分别了 就这点事 他修来修去 不外活就是执着了分别 你看他还在分别里面 他那个心住在那件事上 这就是分别执着 你讲法就很简单 你胡亚佛 不外活就不断地 把他从那个执着 跟分别里牵引出来了 让他去破 破了他不就回去了 就是破分别执着了 破了就证得了 并不是说留了 你就写 一经上可以留 一经上可以领悟 就突然进入 万物是可以留 但不能证得 知道吗 所以开悟不能证得 不是说刹那开悟 就能证得 他就用不上 而且会有时候会 还会迷惑在这个世界的 但是你要破了执着 破了分别 你就证回去了 就真的回去了 真的就是说 你真回去了 回到源头 回到空隙里面去 那个时候才能成为成道 圆满了 所有的根都破金 从一个根开始破 但是要 要先从你的分别 先把你的分别放下 分别自己的 也分别别人的 你先破自己的分别 然后你就看见别人 就没那么讨厌了 然后你自己这破不了 因为你已经着相了 你已经很多年 很多年着相了 一块绿 一块黑 然后你透过自己 其实我们永远 透过自己看外边 然后你就看见 很多有的讨厌 有的好看 有的不好看 有的丑 有的不丑 等等 就各种觉受 各种感觉 你都哪个脏气坏了 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呢 你肯定 你会透过那个问题 会看到不同的 你就会出现障碍 在那一块 在那一块一定有障碍 所以翻回来 翻回来看自己 不要老是 不要我们把眼光 往外看 你搞不定自己 你就搞不定外边 反正所以叫 如如不动 就是不分别了 反正我苦了乐了 开心 反正你不外国 就这些状态 他觉受嘛 本能的幻境啊 这些虚妄的像啊 不断地从你的身心涌出来 你就是如如不动嘛 如如不动 你都待在那 这个就是破分别的嘛 不定义嘛 你一定义就分别了 所以不定义 如如不动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呢 如果已经 心被强烈的牵引 触缘的时候 我们就牵引了 比如说这个人 跟我有缘 他上一遍 我杀过他 就举个例子 这遍人家要再来了 人家要杀了你 那或者是说 有情缘啊 爱撒了或者什么 那你的心 马上就住在他身上 然后抽不回来 你觉得 忘了他忘了你就忘不了 是吧 死活也忘不了 那个时候 你就有很多法门 让你忘他嘛 就是你会想 各种方法吧 有各种小的法门 比如念佛号啊 关呼吸啊 这都是其实转移注意力 都是破执着的方法 转移你的注意力 因为你开始忘不掉嘛 就像有个 死死的有个印记 就是印在这 那没关系 你慢慢随着时间 但是随着 随着时间 过去三年五年 你也慢慢忘掉了 是吧 人的记忆没有那么持久的 记性不好的 然后 然后 然后慢慢也忘掉 但有的人就 忘不掉 那你就去修很多法门 然后看界定嘛 看佛的界定 因为佛是在果位上 看这个世界的嘛 那佛在成道以后 他已经把这个破完了 分别之罪以后 看这个世界 就是经高经缩的东西 那一切梦幻泡影 如落员 就是说 哎呀 都是假的 你找什么知识 但是你从到位上看 你还没修成的看说 那怎么呢 他假的 我也是恨他 他假的 我也爱他 就是这样 其实是你这卡住了嘛 你不要去他那扑 你回这扑 哎 如果你新住在这个人身上来 你不要 不要老是想推他 想忘了他 或者拿起他 你不要在他这折腾 回来在这折腾 回到自己身上 是你这里别出 分别执着了 你这执着了 你让自己的心不动 乔列 不断地扭转自己 不断地扭转自己 慢慢弯了就破 你要是说 在这个事情上破 哎呀 到底是 到底是拿起来 还是放下 拿起放下 你永远破不了 你放下 也不过就是忘了 其实不是你放下来 所以很多人 啥也不在乎了 他不代表 他看破了 是因为他 无所谓了 经历太多 慢慢不在乎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但是你要在这破了 你每放下一件东西 你就开位置 每放下就开位置 你就解脱了 以后就不会再犯第二次错 就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 再第二次再苦 再痛 如果是就是得什么重命 那种身体的牵引 应该是最难破的 是的 因为即使你不分别 他已经太痛苦了 他牵引就让你受苦行 或者你说不分别 就是能抗衡身体的 比如肢解的痛 比如说你的胳膊腿 壁胳 你的心力的无分别 那个境界已经跟这个能抗衡了 那你就没所谓 那你就 就是肢解你 你也能心里面 心提起和入定 那真的就很厉害了 但那也不一定说成佛了 因为你的分别 也许还没破镜 只是你的力量已经很强了 真的很实际 当你如果了知了知我们的身心 原来我们是我们的心性上的视线的时候 是你的空性的视线的时候 你这个肉体 地水火风空 这个这个竟然是你分别出 跟执着出来的 是你时时的认为有一个我在这执着 就是轮回的时候 时时认为有一个你 所以那个你就轮回吗 那个水泡泡空泡泡就轮回 是你分别执着出这个这个东西 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你停下你的分别执着 首先不要分别自己的角色 或者自己受伤害了 委屈了 或者是什么 先不分别自己 让自己往回 让自己这个四大开始 就是开始就是转化 转化回大海 让烙花回到大海 无分别 六根不分别的时候 你的这个烙花就停下来 就回到了大海 回到了空性 那个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你不断的理论上 其实很多经典 你都能看清楚了 在逐渐回归的过程中 佛说的不同级别的话 因为佛不过就是在果位上 说话 他就是在 他在果位上说 那莫凡泡泡一弟子们 为什么你这样说话 为什么是莫凡泡 他又再讲一次 他说为什么是这样 他再讲一次 就是从高 越来越讲得越低 因为弟子不懂 他就从理论上给他采数 但你也知道理论上 总是采数 他没破了分别 他用分别心来听的时候 总是里边绕绕绕就绕 如果他的心已经无分别了 那刹那直接就到位了 就直接就解脱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你分别之作 这个肉体是你心灵的 空性的写线出来的 如果了至这一点的时候 也是身心分别执着出来的 一切万物一切都是写线的时候 你看那个历史上有一个出家人 他不是为了视线佛陀的教法吗 他可以自己把自己慢慢自己 然后把巢子拿出来挂在树上 把胳膊割下来 把身体一个一个一个摆在的 把零件他竟然不死 你知道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因为他那是他分别执着 他分别执着不消 他就在那他执着 他就不会死 他就有一股气就在那 他把胀气一个一个割了 就挂在那个树林里 最后把自己的头割下来 拿手端着 然后灭巢 我看他是因为什么 不是这个还记在历史上 记载了这个出家人 就是他是为了 因为是法难可能是 他是来视线 因为佛法法难嘛 然后他视线佛法真实不虚 我忘了这个具体的案例 就是这个出家人 我当时关注了他的正量而已 他是可以的 就是自己把自己一瞧瞧 把肚子朝着 就那个树里两圈挂出来 把那些灶气 就像挂灵劲一样 最后还把自己头割下来 拿手端着 你说他怎么做到的 你说他死了活了 到底是割完 他到底死着活着 按说死了 他是做不到这一点 都把头割下来 拿手端着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佛像是 一个没有头的人 手端着一个头 有一个佛像是 端着自己的脑袋 不可思议 在史料里面 有这样一个记载 有一个 我认为可以做到 那个是神通了 这个是神通了 这个就把自己 自己肢解了 然后挂在树上 四面挂着 然后作画了 人家不回来了 人家直接就走了 那个是直接就走掉了 作画了 就是这个身体是 对他来说 真的啥也不是 他可以死可以活 太自在了 就是那种 连受企毒 这个水浪得很自在 我们如果是六根的 六根破了分别之作 解脱出来 就可以神通俱足 就是法力无边 这是完全可以的 然后当你做的 你有一天做的 你知道包括你自己的身心 包括世界万物 都是你争取 你心性的 都在你的心中 显现出来的 化现 但是你的心又无形无相 不是任何物 就在相而离相的时候 你就心慢慢的 如果这种力量达成的话 你心可以转悟 无其通如来 你明白这心能转悟的 就是你就是一切 但是又不能说你是苹果 你是苹果 但是不能说 那就是你成道了 苹果肯定不是你了 这个也不是你 哪个也不是你 但你是一切 就是你不能定义嘛 道德经里面 你不能定义它是什么 但这个是可以 真的可以 如果你的修行方法 对的话 只是时间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在这个时间上 还有一些人 就是第一次要时间 第二次最怕的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出缘嘛 你会在你修行的过程 遇到各种各样的姻缘 那这种种姻缘 可能会触动你 在你没有成就以前 看你遇到出缘多不多 如果正法时代 一般很多出缘 都是对你成道有帮助的 但是在末法时代 很多有些出缘 大部分是能够让你 推示到心的 就是在你出缘的那一段时间 你可能就不再修行 虽然你在岛场 你在修 但是其实你的心不再修 完全在执着上 完全在分别上 就停下来了 就太可惜了 但是这个你说也 大家有时候你说 牵引住了牵挂住了 你说让它不分别 这个不是空口吗 空谈吗 为什么魔法时代 就是这种必然会多 众生磨性重嘛 他就觉得 因为在走过这个过程里边 你在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 会触动到自我的利益 和众生的利益 那众生会觉得 你触动到我的利益 那就杀害 包括在情也罢 名也罢 利也罢 他就会觉得 受伤了 就是那些受委屈 受伤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要在六根解脱之前 他有一个打破自我的过程 那自我总感觉到是受伤害的 因为自我是不想死的 自我死死的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打破自我的过程 因为你就回归大海了 那个浪花就消失了 那个浪花不想消失 他不想回大海 所以他一定要 我是浪花 我是浪花 你怎么能把我消 你六根一破 他就回去了 所以在这个破与不破之间 不断地摇摆 其实破的哪有那么能 还有身心的转化 它是需要一点世界 因为 就看你 还有就是你修正到 快破那个时候 你的身体怎么样 如果你在开悟以后 如果你修正到 就是很一定的程度 程度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开始彻底转化 那个那一刻 那一个时候就 如果有的人家保养的好气脉 全部畅通啊 脉龙都很好 它打开了就很快 但有的人在修正到这个时候 身体已经一大堆病 那你还得修复 就把脉龙修复 反而就是再恢复 再打开就需要慢点 所以从小时候出家 好一点 其实对身体的手还没那么大 到他长大 他真的懂得 然后去开悟去解脱的时候 他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的修复 时间要对生理上 转化快点 所以说出家 现在很多出家生人 他也没有 这个月是 这就是说 你走对路 有好老师的时候 而且这个孩子又是一块料 真的是愿意解脱 就不列红尘 就是千生千性 就是淡薄对这个世界的名利情 就是很想解脱 有这幅信 因为一开始都有七情六欲 没有人愿意解脱的 而且他很想解脱 甚至是他认为解脱 他知道解脱的珍贵 知道我有一些成道 那是世界上的宝 这个世界的叫三宝 就是成道 牟尼珠 你成道以后 就是无价之宝 就是说 你知道这解脱以后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珍贵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比你皇位啊 什么那些东西 弃如草剑 所以是这样 我成道不当皇帝 是正常 就是当你懂得 他能够天生懂得 这一点的人太少了 而且大家追着的 就是一点小力小欲 就是这样 但是永远 他已经执着在 这些小力小欲的时候 小小的身心觉受的时候 你让他提升到 那个道的高度 这个真的福报的 这真需要功德 有的人天生 他就是那样认知的 有的人就是 担了这个世界的 一些小欲小力 而且永远不会相信 他不相信 怎么可能走 真走呢 他就走一这 停一这 他不可能 这个真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成道真的不难 是为什么这么多 成道少的原因 其实很多人 如果修的话 很快的 很多人 就在说的时候 好像是 嗯 也快啊 就这么走吧 一出门 回家 遇到一个有缘的 他打了你一下 或者是家里 有点什么事 马上就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开始了 就给他撞上了 靠上了 就我 你就开始了 这个风扁 马上溜钩 这个浪花 还是多多浪花 就起来 搞不定 也搞下去 搞又上了 是吧 所以就是经常 下去 经常上来 就是这样 什么样的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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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